監視其中可以看到飯店員工 拿著萬用房卡逼了一聲 推門準備進入 沒想到房內有客人正在休息 員工馬上關起門 拿起手機回報前台 整個開門到關門的過程 不到10秒鐘 但房間裡被看光光的當事人 非常憤怒 事發在燕南郊西某文泉旅館 江先生與女友在11號早上 7點18分進房休息 預計在9點20分退房 不過員工卻在9點的時候 突然開門 把江先生與女友吓壞了 兩人氣沖沖的到大廳退房 江先生表示 女友當時正在洗澡 覺得身心受傷 所以報警 業者也立即道歉 隨著警察跟高屁主管 一起到派出所去 跟客人道歉 提出一個初步的賠償 就是四張泡湯券 那客人當下也是接受了 但是事後 可能就是還是決定要提告 那針對客人的這些任何的指教 我們都會虛心的接受 江先生堅持提告 消保官也給出建議 經過申訴程序 然後調解程序 然後雙方都沒辦法達成共識的話 消費者要主張 他的那個權力 還是要透過那個法院 訴訟才能夠解決最終的爭議 原本想要放鬆泡湯 卻被人看光光 難怪消費者氣氛難平 記者臨神網體宜蘭採訪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餘 還是 你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